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的消息 这个台湾的两岸服贸争议爆发之后呢 台海两岸经济协议前景充满了不明朗的因素 台湾的媒体最新的报道也说 北京方面已经暂停包括服贸在内的各项协商 马英九总统今天向立法会喊话了 也希望在即召开的这个临时会呢 会尽快通过服贸协议 记者来自台湾的报道 立法院13号将召开临时会 总统马英九九号上午接见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时 再度喊话 希望临时会能讨论服贸协议 两岸监督条例草案 以及自禁区条例草案 因为台湾的经济不能等 因为这攸关我们台湾未来经济的发展 跟两岸的关系 对台湾民众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希望这个临时会呢 能够有一些具体的成果 马总统五号也曾在中常会下达军令状 要国民党团在临时会全力推动服贸审查 针对临时会的议程 国民党团重申 会以考间人士同意权为主 也希望处理自禁区条例草案 和两岸监督条例草案 而力推自禁区设立的国民党立委更是着急 他当然是想过 因为不过的话整个都考住了 对啊 两岸服贸协议从去年6月21号签署 至近快一年的时间 一直迟迟不能通过生效 传述中国大陆近来已暂停相关两岸协商 包括货品贸易谈判 经济部长杜子君证实协商停滞 会继续和立法院沟通 对方还在做观望吧 观望我们这边的状况 双方都会观察 因为这牵涉到未来 是否要继续谈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临时会召开在即 但朝野对自禁区和监督条例内容仍无共识 面对在业党及外界的反弹压力 国民党团很可能将活力锁定在自禁区 但服贸等能否过关仍有变数 DJ李小路全保罗综合报道